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們先來看一下最近很多女藝人們都喜歡穿的衣服 我看有部分韓國網友們說這衣服很像是這種餅乾或者是榴槤 不過我倒是覺得很像one piece的duplamingo 大家覺得誰最適合這款衣服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收到了很多網友們關注的一個貼文 晚上走在街上發現自己前面有個女生的時候 男人們的內心 就是晚上走在大街上看到有不認識的女性走在自己前面的時候 男人的內心會怎麼想? 慢慢的走在後面的話怕會被誤會是在跟著她 所以很苦惱 考慮是否要走快一點超越她 又怕對方在聽到腳步聲後更加緊張 所以苦惱是不是要假裝打電話 讓她知道我不是危險的人 或者乾脆倒回去走別的路 雖然能理解女生們的不安 但是還是會因為要苦惱到這個地步而心煩 再想到這都是那些犯罪的傢伙們害的 就非常上火 啊這真的感到共鳴 但是就算是女生之間也會這樣想 最後一句是正確的 這都是犯罪者傢伙們害的 我是女生 但是晚上如果有女生走在我前面 擔心會讓她害怕 我也會故意咳嗽讓她知道我是女生 大家也會這樣嗎?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2021年12月即將回歸的Idle們 女團Everglow 將在12月1號發表第三張迷你專輯的主打歌Pirate回歸 繼五九九之後 Stashi娛樂時隔五年全新推出的新人女團Ivo 將在12月1號以主打歌Eleven正式出道 男團T.S.Haiju 將在12月2號以新曲VuaguchiPirate回歸 12月全員一起入伍的男團Onenopu 將在12月3號以入伍前最後一張專輯的主打歌Kussboms回歸 12月6號Tabichi將以聖誕特別專輯Everybody Christmas回歸 JYP娛樂的新人樂團Extinori Hiyoruz 將在12月6號以出道曲Happy Day正式出道 Winor成員Mino 將在12月7號以親自作詞作曲的正規第三張個人專輯的主打歌Tang回歸 Vix成員Lavi也將在12月7號發表Solo單曲Annie 因為Yojai的隊長索原有參與Annie這首歌 所以非常期待Lavi與索原會產生什麼樣的化學反應 FTA Island將在12月10號以新專輯的主打歌Mariande回歸 這是繼2019年發表的迷你專輯簽品之後 時隔兩年兩個月的回歸 今年9月發表新專輯的男團ATG 將在12月10號以迷你第七張專輯超快速回歸 12月10號男團Moonstax 將在美國發表第二張正規專輯The Dreaming 12月10號 以第四張單曲Kigarna回歸 12月14號 NCT將以正規第三張專輯的雙主打歌Beautiful Universe回歸 從選秀節目Girls Play你帶上的女團Kepler 將在12月14號發表出道專輯 開始兩年六個月的限定活動 TWICE將在12月15號在日本發表第九張單曲Tuna 因為是TWICE首次在日本發表抒情風格的歌曲 所以讓日本粉絲們非常的期待 12月12號 女團一集將在日本發表 Best專輯VT1集 歌手Elly与妈妈母群 将在12月发表两人的合唱曲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